洛基爆出片场视频,洛基被抓,斗森这个颜值我迷了,仔细看的话可以看到由索菲亚、迪玛蒂诺饰演的女版洛基,女洛基的出现,也证实了洛基除了可以使用空间宝石穿越空间以外,还将拥有在多元宇宙间穿越的能力。 在之前曝光的30秒限定剧预告中,有国外大神的观察,虽然斗森扮演的洛基只有短短几秒的时间,但大神还是发现洛基的衣服上字母TVA代表的是时差管理局Time,Variance,Authority的简称,时差管理局管理着多元宇宙里面的不同的时间线,甚至会去修正一些比较危险的时间线,所以估计会引入多元宇宙。 关于这个管理局,如果你看过隔壁DC家的明日传奇,或许更好理解,跟时间委员会差不多,实际上这也和这部剧的剧情洛基会穿梭于不同的时空可以对上,或许小洛基和女洛基就是平行宇宙中的,不过我好奇的是谁会使这部剧的反派或者正派。